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希腊最后的这个政策到底变成什么样 因为前面几周我们说的那个希腊辩证呢 是提于当时内政部吹风 并且呢在本地的报纸上呢 他们给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 但是那些都是预测哈 就提于内政部的吹风的一个猜测 但是这回的话呢我们这些东西是落实的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上一周希腊政府落实完的政策 变成了什么样子 首先呢阿提卡大区整个大区要涨到八十万 不远了哈 阿提卡大区是雅典整个区域 包括了我们前期说的三个有可能不涨价的区域 分别是这个旁边的两个卫星城 以及南部的这个比岗 对吧当时我们说比岗有可能二十五万涨到四十万 sorry那些东西都是包含在阿提卡大区的 那么呢还有就是整个希腊第二大城市赛萨罗尼西 以及它的两个超级网红旅游岛 分别是米克诺斯和圣托里尼 那么这四个区域呢已经明确的涨到了八十万哈 那么还有呢第四个规定的区域呢 它没有明确就是说所有的人口超过三千一百人的岛屿 也会归类到这个里面 也就是说四个地区加一个限定标准 只要满足这个限定标准 也是八十万以上的投资额了 并且的话呢还给了一个注释 就是说你八十万 你不能说买几个小房子拼在一块 凑够八十万 比如说我买四套每套二十万的房子 我凑够这个投资额 sorry不可以 必须是一套独立的 并且是一百二十平以上的这样的物业 才可以被认定是符合标准的 也就是说不光要在金额上满足 还得在面积上满足 并且呢还得是单独的一套 这个措施的话呢非常的明显了 给了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海外人士不要来抢我们的钢需房 跟他们内政部最开始的这个制定政策的用意呢 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不希望你把我们本地居民 最热门的这些钢需全给抢光 现在呢你们可以过来 也可以继续买房 来办移民 但是只能买豪宅 只能买这些 对吧 那你一百二十平以上 八十万以上的 那肯定妥妥的豪宅了 对吧 八十多万的话 你在阿提巴大区的很多南部一点的城市 都已经可以买到那种大别墅了 何况是这个 就更不能说一八十平了 肯定是蒙满足的 那么其他的所有地区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之外 其他所有地区 希腊境内的其他地区 都是四十万 涨到四十万 注意啊 这个是针对他的住宅 那么呢 他还给了几个限定标准 就是说如果说其他地区 你是商业用地 或者其他土地性质的用地 本来不是住宅的 改为住宅 并且呢 你自己去申请 拿建造许可 把它给弄出来 是可以提取 二十五万投资额的 并且的话呢 除了这种 比如说商改住 如果说你是进行 我们的这个历史建筑的修复啊 等等 也是可以买 二十五万欧元的这种 历史建筑 然后你把它完成修复之后 我给你身份的 当然这种可能就不大适合住了 因为很多当地的历史建筑 它有可能会是教堂啊 有可能会是这种乡村的一些农舍呀 有可能是城堡啊 等等的 那么这些历史遗迹呢 你买下来二十五万欧元 然后把修复加在里面的话 它继续给你身份 但是要注意啊 五年之后续卡的时候 你的修复得完成 你不能说 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说我修 结果后面一直没修好 或者你坐到一半 你就不修了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的话呢 从整个的这一套 它的新规看起来的话呢 我觉得哈 未来中国人能选的东西 这个你不大会选 对吧 商改住又是遍地区 我觉得也不大可能 希腊这个项目 以后再有可能能玩的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了 对吧 这些地区的话 还有一些豪宅类的 有可能有些中国还会投 比如说阿提卡大区 南部的几个比较好的城市的别墅 大别墅 有可能还会有人投 但总体来说 我觉得希腊未来的前景 我就觉得不大乐观了 那么这个措施会在什么时候执行呢 他给了一个期限 今年的9月30号之前 如果大家能首付10% 还可以锁定现有的政策 但是呢 要在12月31号之前呢 付完所有的款项 就百分百付清 并且呢房屋过户 投递上去 就可以锁定 就是现有的政策了 明年开始 这些东西就真的是要落地了 所以留给大家时间并不多 就给大家时间 现在都已经快4月份了 对吧 明天4月1号了 那么还有8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考虑是否赶紧的去把希腊办了 注意啊 希腊现在还是25万呢 注意啊 对吧 现在希腊还是25万呢 我们在笔岗还有大量的这个房子可以选 等到明年 这些东西就全部给你编了 那么你投80万去移民希腊 我说实话哈 就是80万欧啊 今年的美国投资移民 没有排期的也才80万美金 对吧 你一个希腊要卖比美国贵 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觉得明年为什么说 希腊有可能生命周期 就到了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 对 我们下回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